图室为频率1000赫兹的升远 以等速度移动时所发出的球面波的分布情形 每一个球面波都是相合一个周期 那么图宗相连两颗线的间距都相等 那当然这意思告诉你 这每一个的距离都一样的了 已知升运的速度是每秒钟340公尺 问你这个升运的移动的速度约为多少 好 第一个值9我看的这一个 升坡发出来以后 结果又到下一个周期以后 已经超出了第一个的坡前了 是不是再超出了这一个又超出了这个 其实你可想知道 这个是什么呀 是不是超音速的波动的现象 那既然是超音速的波动的现象 表示什么意思 你的飞机的速度 这个升远的速度 一定会比你的升速还要大 是不是大 所以你的答案 可能的答案就只有 C-D-E 对不对 那西出一以外 接下来你要是上次我给你看过那实际的飞机在飞行的时候造成的冲击波 边缘这个冲击波就是白白那个冲击波 从那个冲击波的跟飞行方向的角度 飞行方向的夹角的散气 他就会知道他的飞行的速度 是不是 所以从这个图形你大概一画 你没法确定画出那个角度 你大概这样一画 这个冲击波切线过来 你发现这个角度大概是为多少 是不是在40度 45度我就猜45度或30度 45度左右 好 那角度是4速度 表示你这个升远的速度是升波速度的 是不是根号二倍 所以350绝对不会对的 因为差没多少 是不是 那你要根号二倍340乘以根号二 根号二是不是1.14 对不对 那这1.14去乘以后 你会发现大概就会超过到这多少 对不对 1.414不是1.14 1.14所以你一乘的结果是不是超过到超过500了 所以答案就是1 有没有总表这一事 这个是你看我们讲的 所以还是没有诡辈我们物理的基本原理的概念 所以有时候解题的时候 你要这种出题的趋势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尤其是出在选择题 可能有几个选项 让你有物理的观念的人 就可以把有些答案删掉了 那你要猜 总之你要猜讲答案 几率上是提高答对率的 因为你有些基本观念会的 懂意思没有 好 但是假如这个输在填充体 或者计算体 要确切计算出来 那可能就是一大挑战 为什么呢 有些东西老师不会啊 我就把这个画过来 切线画过来 然后把找这个角度 对不起 你去找看看 很难找出这个确切的角度 因为这一条切线画过来画到哪一点 有没有真正在中间这一点 或在哪一点 是不知道的 懂没有意思 好 那这一题真正的解题思维 你假如要用马赫角的方式 解不出来 这就是我们这单元比较难的部分 你还用坡动的基本观念 这坡动基本观念怎么样呢 还是一样 我们去找出我们的坡圆跟升圆的速度比 什么意思呢 在同一个时间之内 结果呢 坡圆跑了几公尺 同一个时间之内 升坡跑了几公尺 用它的距离比 同一个时间之内 看两者跑的距离比 就是知道它的速度比 好 那我怎么办呢 从这里 每一个球面坡的原心的位置 就表示像这一个这个位置 就代表了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这个坡是这时候 坡圆给它能量 从这里开始传出去的 OK 所以当你的坡圆在这里的时候 表示有飞机 飞机飞到这里的时候 它开始传出去的 OK 那等到下一个 我下一个飞机飞到这里的时候 开始传出去就是传第二个坡 OK 好 再隔一个周期 又再怎么样 飞机飞到这里的时候 再来传第三个坡 那这个是最早传的 当然是跑得最远的嘛 对不对 好 一指以指类推 好 这一句话 你假如懂它的意思的话 你答案就成功一半了 怎么说 你在这边 你我们的 经过七等于零的时候 是发出这个 最早发出来这个坡嘛 当你再经过一个周期以后 再发出第二个坡 慢慢一直成长 一直四面方向扩散 扩散那个就 跑到一个周期是不是第三个位置 再来发出第三个坡嘛 可以这么讲 好 这整个情形里呢 你每一个半径 你去看这里的半径 这个半径几格 一 二 三 四 五格 是不是五格 这半径是几格 这半径是 一 二 三 三点五 对不对 好 在这里的半径是多少 是不是二 好 这半径是多少 是不是零点五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的半径会不一样 就是因为第一个坡是最少走的 第二个坡比他少走一个周期 是不是 第三个坡是比他少走两个周期 因为隔两个周期以后我才发出的嘛 所以你会发现半径差 因为你少一点走 当然你走的时间比较久啊 走的距离就比较久啊 而你走的是不是比第二个坡多走了一个周期嘛 所以他们经过一个周期 坡手走的距离 坡手走的距离 是不是就走给他的半径差 对不对 第一个坡先走 走了一百公尺 然后第二个坡 隔了一个周期以后才走 结果走了八十公尺 那相隔是不是多少 一个周期是不是相隔差了二十公尺 那相隔二十公尺就是 一个周期那个坡手走的距离嘛 是不是 所以你所得到的这个一点五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是不是 第二个坡或第三个坡比前一个坡 第二个坡比前一个坡 少走一个周期的距离嘛 是不是 也就是坡少走一个周期的距离嘛 好 你知道坡走一个周期的距离是一点五 那问题 飞机或者说这个深圆 这个深圆 一个周期是不是跑到这个位置 一个周期是不是跑到这个位置 一个周期跑到这个位置 所以深圆 一个周期跑了几格 原本在这里 是不是飞机飞到飞走几格 是不是走了二点五格 对不对 是不是二点五格 那这二点五格是什么 是深圆经过一个周期所走的距离嘛 所以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深圆跟坡圆 深坡的速度比嘛 对不对 那你已经知道他这里的数字 一个二点五一个一点五 所以你的坡所走的距离 这个一点五跟我这个二点五的比 就会等于是不是我们这个坡的速度 跟坡圆的速度比 好实际带路数字 这个是一点五 这个是二点五 那这个是什么 深坡的速度是三百四十 这里不知道 我们要折的 所以你就得到我们的坡圆的速度 在移动的时候的答案是五百六十七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